老板 大份的中了 白芒芒芒子 来大份的中了 来来来来 冷了 鲁菜是咱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 对于这个厨艺方面的要求 非常的精湛 切工有这个剁 斩 片等等 像火工包括煎 炒 烹 炸等 黄焖鸡这道菜呢 也就是秉承着我们卤菜的这些特点 说到黄焖鸡呢 给我们的渊源 应该追溯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 那时候济南还叫济南府的时候 我的祖辈在济南开了一家小饭馆 名叫胡宣居 当时呢 这道菜在我们家里就是一道招牌菜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的姥姥呢 秉承了在这个黄焖鸡的传统技艺 和它这个秘制调料的配方 经过了它后来一系列的改良 后来将这个配方传到了我的手里 要算起来的话 和我们也有小一百年的渊源了 我从小就在姥姥身边长大 记忆中我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姥姥带给我的味道 之所以我一心铺在烹饪世界上呢 应该说姥姥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姥姥常跟我说 这简单的一道菜 哪怕是做一碗面 我们都要用心去做 黄门鸡这道菜呢 其实好多人都会做 但是怎么把它做得更精致更精细 用心绝对是关键 在我自己开餐厅的时候呢 发现好多食客来了都爱点这道菜 无论我的菜单怎么更新 这道菜从来都没有被替换过 酱汁的秘方是在姥姥那儿所传来的 当然呢 后期我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改良 烹饪这道菜的核心 除了秘制酱料以外 就是火候 当然烹饪的器皿 新鲜的食材 也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 在我自己开餐厅的时候呢 我注意观察我的食客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有点黄门鸡的食客 都会配上一碗米饭 我自己也尝过很多次 果然 黄门鸡这道菜配上米饭 更能凸显这道菜的原汁原味 那个味道是无法抗拒的 当时呢我发现 除了济南当地人爱吃这道菜 全国各界人来到这里 都喜欢点这道菜 而且呢都喜欢配一碗米饭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地方 尝到我们这道菜 尝到这个味道 随着食客越来越多 关注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一直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幸运的是他们也在寻找我们 更幸运的是 我们能迅速的达成共鸣 有效的结合在一起 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在济南开了五六十家店了 到了两年的时候 我们全国店已经达到了三千家 到了2015年的时候 我们全国加盟店达到了五千家 这还不包括在澳大利亚 日本 新加坡这些加盟店 2016年 我们成立了美国公司 2017年 我们美国的店铺也要正式营业了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们 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共同把这个味道带到更多的地方 很多人会说 我记忆游戏的味道 是小时候的味道 其实小时候的味道 并没有很多限制 就像现在 我们正在创造小时候的味道 也许等到这些和我们当时 一样年龄的孩子长大 那他们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街口那家杨鸣鱼 黄鸣鸡米饭的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